中大校董会落实改组之后的第一滴血,日前终于出现 在过渡期的首次会议上,校董会通过决议,即时解雇中大副校长,校董会秘书长吴树培 而在随后发出的声明中,校董会指对吴树培是否能够,或者愿意 以符合良好管治原则的方式去支持校董会工作 已经失去信心 吴树培发声明回应说,对有关决定感到极大的恶言,悲愤和难过,内心感受无法形容 他又说,就校董会说对自己能不能够,或者愿意 以符合良好管治的原则的方式去支持校董会的工作 已经失去信心这个说法,表示无法理解及同意 吴树培说自己恶言,其实社会人士对于他近年来的工作表现 又何尝不是一样感到极大的恶言 资料显示,吴树培至2011年起出任中大秘书长,2017年4月开始担任副校长 多年来,他在校内曾任多个要职,手握行政大权,绝对称得上是校长段崇志的左右手 还记得在2019年反修例暴动中,暴徒强占中大校园 吴树培除了陪着段崇志到场了解,更真真有词说会尽量保护学生 吴树培这番话,当时亦令大多数市民心感恶言 直到今年7月,校董会主席查日超出席立法会2023年香港中文大学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 期间他承认被架空,并不点名指吴树培,在未知会同经他同意下 在校董会开会前6日发出议呈,并认为当中部分议呈有点问题 另一方面,在今年立法会审议改组的修例草案期间 吴树培竟然公开表态,参与联署反对议员校董的方案 诚言,作为院校高层管理人员,同时是校董会的关键成员 在学校的重大事务上,理应尊重每一个人的看法 保持中立态度,尽量做到不偏袒 吴树培就连表面中立都做不到 真是不要再问校董会为什么失去信心 也都不要说中大是一家高等学府 就连一间企业,相信都不会接受有高层管理人员 做出架空最高决策人的行为 吴树培被即时解雇后 他的有好事图帮吴树培讲好话 坊间一些好事之徒和所谓评论员 也都跳出来大做文章 说程序不公,或涉政治原因,清算云云 但这些说辞大概只是语言艺术 无非都是想转而视线 秘而不谈不应该解雇吴树培的理由 有人提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更加是可笑 不通每一间机构解雇员工 都要走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程序 即时终止一名大学副校长职务 情况确实特殊 但相信这个决定 已经经过校董会心思熟虑 也都咨询过法律意见 这几年来 中大乱象频生 来到今日需要撥乱反正的景地 作为学校高层其中一员 吴树培一定责无旁贷 而出问题的亦肯定不止他一个人 段崇智校长去了哪里呢 可不可以在公众面前展现多一些承担呢 中大乱象并不是可以在公众面前展现多一些承担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